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儿子年龄的不断增长 很多人都在猜测英国女王会在近期移交王位 但是这也是言论已经猜测了数十年 伊丽莎白二十依旧没有放弃王位的打算 即便菲利普亲王已经退休三年 但是伊丽莎白二十依旧沉浸在工作的乐趣当中 那么英国女王究竟为什么不愿意将王位交给自己的长子查尔斯王子呢 这个理由到底是什么呢 曾经有美景猜测 其实英国女王之所以不愿意移交王位 主要是和她的曾孙女夏洛特公主有关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虽然英国王室是世界上最著名且人气最高的王室 但是在几十年之前啊 英国王室并没有享有如此高的地位以及人气 在大安娜嫁给英国王室之后 英国王室才逐渐成为世界王室的焦点 成为人们的八卦中心 随着网络时代的流行 英国王室也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英国王室工作人员曾经说过 伊丽莎白二十之所以不急于移交王位 是因为她认为查尔斯没有承担君主职责的能力 为了能让英国王室万年长青 所以女王并不着急将王位交给查尔斯王子 按照现在的王位继承顺序来看 随着新王位继承法的实施 夏洛特公主已经成为了此项法律的最大受益者 假如按照旧的王位继承法 夏洛特公主的继承顺序必然会排在弟弟的后面 但是在夏洛特公主出生之前 伊丽莎白二世就为她的曾孙女享有男女平等权利 而铺平了道路 但是伊丽莎白二世依旧无法改变的事实便是 从查尔斯王子这一代开始 英国将历经三代的男性君主 也就是说假若伊丽莎白二世移交文位 夏洛特公主将无法看到一个女性君主统治的时代 为了给夏洛特公主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 伊丽莎白二世决定坚持留在自己的岗位上 兢兢业业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曾经有工作人员爆料 似乎伊丽莎白二世的这个想法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因为伊丽莎白二世成为了夏洛特公主模仿的对象 从说话的语气到僧祖母的举止头族间 都成为了夏洛特公主所仿照的目标 还记得夏洛特公主那些转身的挥手致意吗 即便大脑忘记了她该有的礼仪 身体肌肉记忆也会让她的本能转身 向公众挥手致意 这就是所谓的霸气基因 在如今夏洛特公主的招牌动作已经炉火纯青了 据说这些都是夏洛特公主向曾祖母学习所得 虽然伊丽莎白二世依旧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 但是她的肢体动作会偷偷地暴露她的喜好 就好像她曾经紧紧地抱住外孙女扎拉看马术比赛 也像在和孙辈们拍摄了全家服装 夏洛特公主成为了她唯一一个抱在怀里的孩子 不管时间如何流逝 或许在多年之后 夏洛特公主依旧会记住那个偷偷给予她特殊待遇的曾祖母 接下来是72岁卡米拉先妻生 不仅使用戴安娜遗产珠宝 还故意同款转山带飞 1997年戴安娜王妃在巴黎市中心发生车祸 最终抢救无效身亡 这是她离婚后的第一年 她才36岁 在车祸前 她正在和男友商量未来的生活 然而一场车祸夺走了她的性命 也夺走了两个半大孩子的母亲 但是她的逝去却缓解了英国王室的尴尬 王室无法容忍国王的母亲与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 这也是许多君主离婚之后 王后无法再婚的缘故 36岁还没有走完人生的一半 她的岁月就戛然而止 如今戴安娜车祸的阴谋论至今不休 戴安娜在王室的这段日子 有许多的珠宝来源皆不同 一部分是王室给她撑场面使用 比如珍珠类皇冠 一部分来自家族 比如结婚时候的四边赛皇冠 一部分是其他王室赠送 比如戴安娜的蓝宝石套装 来自沙特王室的馈赠 还有一部分则是戴安娜自行购买 她最喜欢时装珠宝店 Barlene Wilson 在与查尔斯分开之后 她和埃及富豪之子 多迪法耶兹相恋 由于属于自己的 在逝世之后并未归还给王室 而是分给了哈利和威廉 而凯特的婚戒是戴安娜的 梅根婚戒的宝石 也是来自这个套装 不过这个套装中的吊坠项链 和那个天鹅绒蓝宝石发带 都还未出现 或许未来能够在 夏洛特公主身上看到 戴安娜有17个子女 这些孩子分走 她四分之一的财产和珠宝 剩下的都给了哈利和威廉 戴安娜这个非常著名的 蓝宝石项链 则是来自于女王母亲赠送的 一大块宝石 戴安娜改奏后 有许多珍珠串搭起来 成为戴安娜的标志性珠宝之一 这个也是传给了儿子 但是目前凯特和梅根都没有使用过 卡米拉曾故意撞山 戴安娜经典的小黑群造型 就连珠宝都是相似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珠宝不是戴安娜的那一条 这一条是英国王室的收藏 但是这种霸占你的男人 使用你的珠宝 还给你的娃当吗 最后还故意撞山的举动 也是有点让人心生反感呀 还有一些零碎的珠宝 比如说这个珍珠尔瑞 是斯宾塞家族的珠宝商 Callingwood送给戴妃的婚礼礼物 现在也是凯特在使用 这一套绿宝石还给了英国王室 不过令人伤心的是 戴安娜还给王室的珠宝 如今都是卡米拉在使用 毕竟卡米拉已经成为她前夫的妻子 也是下一任王后 这些需要给未来王后使用 并没有任何错误 每日邮报曾报道 有粉丝表示 戴安娜在天之灵都得不到安息 因为卡米拉时不时的就要伸出爪子 试图抓一下卡米拉 究竟是得到了她想要的 成为了查尔斯的妻子 未来尊贵的王后 还使用到了戴安娜曾经的珠宝 对于戴安娜粉丝的安慰莫过于 戴安娜最喜欢的蓝宝石套装 好歹是传给了自己两个儿子 而不是让情敌卡米拉使用了 不过这场婚姻中 卡米拉看似是赢家 但是她受到了全球无数人的指责 得到了权位 失去了名誉 也说不好是否是祸 最后是查尔斯和戴安娜度蜜月时 做了这三件事情都和卡米拉有关 查尔斯和戴安娜度蜜月时 做了这三件事情都和卡米拉有关 查尔斯和戴安娜举行了上大的世纪婚礼后 两人开启了为期14天的蜜月之旅 然而在这本英式这对新婚夫妇感情深温的蜜月之旅中 查尔斯却做了三件事情都与卡米拉有关 一 每天给卡米拉打电话 据说在船上的日子 查尔斯每天都会给卡米拉打电话 那个时候卡米拉已经结了婚 但是查尔斯明显还是放不下她的初恋情人 在蜜月之旅中 如果自己的新婚丈夫天天都给已婚的初恋情人打电话 试问谁受得了呢 二 佩戴双C袖扣 除此之外 查尔斯还贴身带着卡米拉送给她的礼物 在戴安娜的纪录片中 她曾经亲口说到过这一点 在我们的蜜月之旅上 查尔斯的西服扣 别着一对袖扣 戴安娜问她 是卡米拉送你的吗 查尔斯回答道 是的 有什么问题吗 不就是朋友的礼物吗 那对袖扣的样式是一对交缠在一起的C 代表着查尔斯与卡米拉的首字母 戴安娜表示 老天 然后我们就吵起来了 我非常嫉妒 两个交缠在一起的C 多么好的寓意啊 可是不太高明 三 随身携带卡米拉的照片 不仅如此 查尔斯还随身携带着卡米拉的照片 据说当时 戴安娜和查尔斯正在一起 翻看着查尔斯的记事本 查看接下来的行程 然而从查尔斯的记事本中 却掉落了一张卡米拉的照片 这对先婚夫妻再一次的爆发了争吵 对于戴安娜来说 这趟蜜月之旅也是够糟心的了 查尔斯想的只是卡米拉 对戴安娜毫不关心 在不联系卡米拉的时间里 查尔斯总是在埋头作画 这让戴安娜很不高兴 他本来希望查尔斯可以和他说说话 看看风景 但查尔斯并没有和他交流的心思 查尔斯和戴安娜结婚 不过是完成了女王和英国社会 交给她的一个任务 而她的感情寄托 显然还在卡米拉的身上